我们认为它就是借着演训结合操演传递解放军 企图恫吓回着台湾以这个作为目的 召开临时记者会国防部证实 截至14日上午4点半 争获17艘共舰 17艘海警船和公务船和125架次共击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台海周边的海空运的运输状况都是正常 为应对中共威胁 我三型主力战机升空应对 海军更是一早出动 海军民船舰伊令紧急出港 前往指定海域执行战备监控任务 尤其要应对海上威胁 海军海风大队机动飞弹雷达车组倾巢而出 包括从台中无气营需出发的 另外海风机动一中队的雄二反舰飞弹车 也在沟雄组营放列应对任何海上威胁 记者也直及换连港内有多组雄三飞弹发射车 全部就有战备状态就要预防任何万一 港区最近蛮常发现就是国军来这边进驻跟在演习 同样在屏东俄兰比原本住房的两辆飞弹车 纷纷升起飞弹发射架 大陆上也出现增援的三辆飞弹车 为什么我们的飞弹要放在巴士海峡这一边 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接下来解放军有一些相关的船舰 那是不是代表他有可能从巴士海峡 在这一边经过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是要去因应这一次解放军 有可能来海上的威胁 蓝阳电台请渔民务必注意安全 而陆军航特部也休战力 H64E阿帕西直升机从龙岸升空配合 加强战备演练 TVBS也目击拍下阿帕西和黑鹰降落搜山基地 军方说是例行的航线训练 民众也拍下欧会是58D战搜和H1W 燕镜蛇直升机出没高雄爱河附近 国防部出动各行兵力 强调有国军在请国人放心 TVBS新闻李国珍都听听 N小组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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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k